波多黎各電力公司的負責人 李卡多拉莫斯表示 與百餘能源公司達成的合約引起爭議 成為令人分心的極大紛擾 波多黎各電力公司負責人拉莫斯表示 當焦點放在這些合約 可能牽涉的人以及聯邦政府上的時候 事情就開始發生變化 大家開始攻擊、指責 這是理解的 大家在家裡停電 將信任寄於電力公司以及它的轉包商 會做他們必須做的事情 拉莫斯表示 百餘公司將會完成收復兩條傳輸電纜的工作 拿到報酬然後回家 巨峰馬利亞上個月侵襲波多黎各 島上70%至80%之間的地區 仍然沒有電力供應 百餘是美國蒙大納州一家規模很小的能源公司 成立的時間不足兩年 而且僅有兩名全職員工 其餘員工都是專門為波多黎各的工程而僱用 在華盛頓和波多黎各有人發出疑問 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是如何 又是為何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合約 而沒有經過容許其他公司以更低價格投標的程座 蒙大納州是川普政府內政部長瑞安金黑的家鄉 在加入川普內閣之前 金黑是代表蒙大納州的國會眾議員 他的兒子今年夏季曾為百餘公司工作 國土安全部表示已就百餘公司合約問題展開調查 並且將會尋找任何不適當的關係 很多建議員工在交易中 因為今天有 styling才能以為 若有人提供下法 對他做要求《反應》 一條經典風格 對他同樣判斷 成年歷選擇